學生他在高雄就讀 那因為已經開始遠距上課 他要回家 可是他住在新北 那這樣他不知道說他要留在宿舍 還是要回到新北 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既然已經在南部 我就不會故意跑過來 就好像我現在也不會故意跑到 這萬華區一樣 指揮官好 黑豪健康 三個問題 請問 主要是現在因為雙北是 三級 然後其他縣市是二級 這個跨區的問題 其實學生有蠻多的困擾 比如說學生他在高雄就讀 那因為已經開始遠距上課 他要回家 可是他住在新北 那這樣他不知道說他要留在宿舍還是好 還是要回到新北好 就擔心說回到新北 反而風險更高 不知道指揮中心對於這樣的情況 會不會給學生一些建議 另外是想請教是說 剛剛也有提到這個集中檢疫 要來加強這個遠距醫療的部分 因為從疫情發生之後 都有在講要推行這個遠距醫療 不知道目前各個醫院推行的狀況怎麼樣 除了慢性病長照之外 之後還會開放到一般疾病的類別嗎 那第三個問題是想請教 目前所有的確診個案當中 個案 嚴重肺炎的患者有多少 是否重症的情況有多少 以上 謝謝 那遠距持續推動中 那我們會 現在是要全面的來推動 要全面的來推動 那各樣規定當然都會鬆綁 這因應疫情 盡量避免這不必要的接觸 如果遠距能夠解決的 那就遠距來解決 那另外剛才講就是說兩個分開 那如果我們不分級 那大家就跑來跑過去 那如果沒有分級 他坐在南部 他可能考慮就是說 不要進到風險的區域 那如果是我的話 那我既然已經在南部 我就不會故意跑過來 就好像我現在不會故意跑到這望華區一樣 部長想請教一下 現在雙北停課 孩子要照顧家長可以放假 那就等同於部分停班 那有聲音就說 為什麼不要就直接封城 在家工作就好 那想問的是 未來四級如果封城的話 媒體會不會是例外 有沒有規範 第二個問題是 現在有很多手術都做不成 像是台大他們這種大醫院 他們必須要空出那個病床 但是有一些媽媽他們要生產 有醫師建議說他們可以移到其他的醫院去 我們指揮中心有要規劃嗎 如果要移到其他醫院的話 移到哪些地方 那第三個問題是 昨天雙北共同宣佈了國酒和高三停課 那有相關人士說 這沒有知會到中央 讓中央朋友為辭 那今天上午雙北又自行的宣佈了高中以下全部停課 我們中央是有事前掌握這件事情的嗎 會不會覺得讓中央很難做事 謝謝 在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防疫裡面沒有說乾脆就怎麼樣 的 每一步都要有一些相關的思考 因為動議法也牽全身 我昨天也再三強調 這種事情不是說越言越好 越言就是規定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乾脆就封城 那大家能夠被關得了多久 那整體的經濟的活動 那還有一些相關的 你不管是健康的一些需要 那整體的變化 是很大的 那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分寸拿捏好 在最小的損害 能夠做最大的控制 這是政府現在在積極在努力的 然後第二個在於整個 雙北我剛才提到 這個在有快速遏止疫情 這樣的一個需要的時候 那他們有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事實上也本來在我們的一些 這些相關的警戒的指引裡面 也有提到這一部分 那從客觀的情況來看 這兩天 這兩天大概你看看在 等於是在萬華區或臺北市裡面 他的或臺北縣這些的案例都非常的多 那地方政府因應這情況 做了他們認為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但是這個程序還是要完備 相關的程序還是要完備 但是在因應疫情裡面 那有快速的一個動作 那但是要完備 程序 那就可以了